我这边这几年在推动了一个观念就是所谓的民间历史文献 它跟传统的文献又有一些区别 那传统的文献的处理方法一般上就比较倾向于把这个资料带回来 带到这个你的研究单位工作机构而不是留在原地 带回来之后那我们就会把这些资料尝试去这个拆散 然后来做这个分类这是最传统的我们史学训练的一种做法 但是民间历史文献它有它的这个特殊性 就在处理上就不能完全用传统的那套方法 因为所谓的民间历史文献它是产自民间 然后来自民间 所以当这个资料离开了它所在的地方以后 这个资料可能就没有太大的意义 没有办法显现它的这个价值 所以民间历史文献比较强调的是原地保留资料 然后在现场复制这个文件 因为现在科技技术的发达 一台手机就可以做很多工作 手机同时可以是相机而且相数很高的 然后也可以做扫描只要你下载那个APP 也可以做这个录音等等各种功能 一台手机就可以解决以前没有办法处理 或者要带着这个掃描器到现场的这个缺点 它基本上都解决 所以我们就更倾向把资料留在有地不带走 第二在文件的处理上 一般就避免把它拆散 因为每一份材料它可能都是一个系统 举个例子 一封桥坯它是由新封 信还有里面可能有附件 这样东西所组成 那我们把这三样东西拆掉以后 把它归类 新封全部放在一起 这个信全部摆进去 那你就直接把这个系统把它打散 当你读到这封信 你要去找回这个当事的 可是地址是在信封上面 那你就不知道是在哪一封信 你把整个东西就打乱了 它里面可能讲到附上一个什么药方 偏方 那你把它打散 那个药方偏方可能就不知道去了哪里 所以我们在处理民建文献的时候 基本上是整套的这个给它保存 尽量避免把它这个拆散 这是我们在处理文献的时候 这是我常强调的一个原则跟方法 当然个别的情况 各种各种资料 也有自己不同的一套这个准则 所以这个比较难 一概也论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